大家好,我是周博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最近報紙有個消息呢? 就是我們全香港人的強積金戶口 在過去幾個月裡虧了兩萬六千多元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強積金戶口我們每個人都要供的 但是我們不是很多人都清楚自己的強積金戶口裡面有多少錢 現在是在買什麼 究竟上個月是賺了還是虧了 因為開強積金戶口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由公司指定 隨便填,總之加上100%就算了 在過去的我們可能轉了工,可能有幾個強積金戶口 但是我們都沒有什麼理會 亦都不會這樣積極去轉賬,在基金裡面去轉 明明知道股票升的時候,我們又不會轉入股票 明明看到它跌的時候,我們又不會拿錢出來避難 沒有管理,亦都不會管理,不懂得轉換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強積金戶口 就是擺了幾十年的時候,到你真的拿錢的時候 會發現,咦?為什麼只有這麼少?原來虧了這麼多? 這個也是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面對的問題 最近一個研究就說,我們一個人如果要退休的時候 61歲退休,現在我們80多歲的命 有二十幾年的時間,你起碼要有三四百萬才可以過世 我不知道你的戶口現在有沒有那麼多錢 我就沒有的 但是如果你不再積極去管理一下你的強積金戶口 任憑這麼辛苦的賺回來的錢是這麼一虧 值不值得呢? 大家知不知道強積金裡面現在可以做一些綜合的服務? 即是說,將你過去那麼多的工 剩下來的每一個工裡面有一些錢 將它重新綜合整理 我們叫做合併來處理 有一個半自由行的計劃 大家可以是決定你過去的錢 究竟是放在舊的公司那裡 還是轉入去新的公司那裡 還有轉入的時候 是放在什麼基金裡面 基金的轉換過去是很頭痛的 因為第一,我們都不太知道那些是什麼 還有轉的時候又不知道打電話給誰 又不知道多久才轉得到 因為過去的時候,當我們開這個強積金戶口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一個指定的強積金代理 是跟我們的戶口的 所以真的求助無門 打回那間公司要等很久都沒有人聽電話 這些情況 基金公司都寄很多東西給你看的 你每個月都收到那些月結單那些東西 但你只是看到 我賺了虧了賺了 賺了不知為什麼 虧了又不知為什麼 沒有辦法 真的很多人在這裡欺負了大規 最近呢 強積金還可以有一個自願公款計劃 你可以幫你省稅 每年可以省到成九千多到萬多元的 那麼多樣東西的 就是新的發展 我不知道你的代理 或者你有沒有代理 有沒有很清楚地告訴你 最理想是怎樣呢 最理想就是 你的強積金戶口 就放在一間你信任的公司裡面 重新去整理一次 那麼這些基金呢 最好就種類夠多 地面的分佈夠廣 基金的管理比較完善 基金的收費比較合理 意思呢 能夠是賺到 你在投資方面賺到的錢 最好呢 你自己懂得多些投資的東西 然後有積極的管理 讓你呢 不要真的 不理 不轉 不管理你自己的基金 那麼如果真的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呢 最好是公司提供一個網上的平台 讓你自己呢 隨時進去看自己基金的表現 或者需要的時候呢 有人可以提醒一下你 那麼基金管理呢 一個顧問呢 就是這樣的角色了 我是一個強積金的合資格的護民 我的編號呢 登記號碼呢 是132109 過去呢 強積金的護口呢 就是一些新入行的人才做的 但是我不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 能夠幫到大家去做這個退休的策劃 特別很多中小企呢 現在面對很多疫情 很多的基金 很多的優惠計劃呢 大家要掌握這些情況 將來我希望各位的老闆 都能夠做到你們的團體保險 團體醫療 為我自己的將來業務呢 開到一個廣闊的空間 你們找我呢 我是強積金的顧問周博士 歡迎你向我來諮詢 我來諮詢